五十八 星洲日報 馬來西亞 2015年7月18日報將國際新聞 更新 被指江澤民國師氣功大師王林涉仿嫁殺人 中國北京十六日信 與中國眾多富商 中港知名偽人及中共落馬貪官加往密切 被稱為江澤民國師的中國江西氣功大師王林 週四凌晨在深圳被江西平鄉警方帶走調查 警方當天下午證實 王林涉及綁架及殺人被捕 閉門弟子死亡江西省平鄉市公安局透露 本月九日下午三時許 江西省平鄉市公安局看元分局接報稱 平鄉市民周某被身份不明人士綁架 對此 安元分局依法立案偵查 劉鋒 浙江溫州人 朱禮通 江西省搖人 有重大犯案嚴疑 周二晚 警方分別在江西 廣東張樓 朱兩人抓獲 經初步審查 劉 朱二人對綁架 殺害周某的犯罪事實供應不為 據警方進一步了解到 黃玉江 廣東深圳人 黃林 香港居民 涉及此案 周勇被指示黃林 的閉門弟子 周四更有消息稱周勇已死亡 四名四判人員均已到案 案件有待進一步審查 涉做搞臉財七宗罪 黃林曾遭中國官媒指控做搞臉財 其後更被控非法行醫 非法持槍 行賄等七宗罪 江西警方上周才表示案件證據不足無進展 前年起中國官媒相繼報導指黃林涉嫌弄虛作假 直氣公子並騙取中國富豪大量金錢 王其後來香港 更豪宅三千多萬元 約一千四百七十萬令吉 已破油堂住宅物業實用赤格紀錄 扣入該區一個千呎海警豪宅單位 《新經報徵》撰文指出 江西官場中 受到黃林因爲的官員大有人在 包括江西人民代表大會常委會前副主任陳安仲 前鐵道部長劉之軍等 都在黃林的朋友圈 他們請黃林幫忙看風水 轉官運 消災消難 但下長事落馬 復營 澎派新聞爭報導 2014年底落馬的廣東省政治協商會議前主席 朱明國曾是黃府的座上賓 朱明國在海南任職時被檢舉 遭遇事途危機 黃林幫助他脫險 過關後 朱見到黃林時當眾下跪 此後二人來往密切 朱曾送給黃林手槍 還為黃林安排幹部病訪 江澤民被指示靠山此外 海外媒體報導 與黃林熟悉的中共高官包括中央政治局 前常委賈慶林 吳官正等 黃林與中共前總書記 江澤民的妹妹江澤民也有交情 江澤民夫婦拜訪黃林時與黃的合照 曾一度在中國社群網路上流傳 還有傳聞說 黃林的靠山是江澤民 因此外界稱黃林為江澤民的國師 自比斯諾登與名人名聲淑飲黃林於1995年取得香港身份證 氣功師 自2013年7月被《新京報》報導黃林與眾多高官 富商 名人合照 及他聲稱用氣功表演空盤內蛇的影片撥光後 網絡上開始出現質疑黃林視片子 利用氣功名以臉才的聲音 神棍黃林被踢爆招搖撞片後 童年被逃香港 更清智與美國前情報員先樂燈差不多 有知情者透露 黃林分後生了一對子女 之後再與女被書生下一子一女 可能涉及重婚問題 黃林除了備受高官名人鼎禮無拜 網上亦傳出他與不少明星合照 其中包括趙薇、成龍、 黃祖賢、黎智、李冰冰、黃飛、李亞鵬、周信、費長、 劉曉慶及李連結等 本篇內容已在2015年7月17日更新 分號